TVB花旦,美国朱音,刘鸾雄甘心为其海上一债款,二婚后终于珍爱。 作为香港小姐季军出道的蔡少芬,可以说是香港TVB最当红的花旦之一了,于萱萱,陈慧山,郭可颖并称为四大花旦,而在出道之后,蔡少芬也曾出演过独步经典剧作,给观众留下了十分。 十分深刻的印象。 在事业的早期,蔡少芬曾合作周星驰出演过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》,在当时,蔡少芬的美貌丝毫不输给紫霞仙子朱音,而在与李灵杰合作的《精武英雄》中也有著十分出彩的表现,而作为其事业的转折点,睡觉洞天的热播,让蔡少芬也有着十分出彩的表现。 蔡少芬红变得两满三滴。 除了事业的大红之外,蔡少芬还曾与小虎队成员之一的吴奇隆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,但是这段金童与女的爱情只持续了三年,二人便宣告分手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娱乐圈知名的大卧,与多位女星传出感情的刘鸾雄,还曾与蔡少芬有过长达六年的感情,而在这期间,刘鸾雄还曾主动为蔡少芬偿还议员债务。 在当年,刚刚成年的蔡少芬有助与众不同的美,能让刘鸾雄都如此心动,也间接说明了蔡少芬的吸引力。 而随著《甄嬛传》的热播,蔡少芬在内地的名气也是如日中天,其在《甄嬛传》中出演很多皇后时精湛的演技,圈粉无数,而在其视野大红大紫的同时,蔡少芬在爱情上也遇到了心仪的另一半。 2008年,蔡少芬与演员张晋结婚,并于11年与13年生下两个女儿。 而在《偶像》来了,奔跑吧,兄弟中,蔡少芬也曾受邀家蒙其中,如今45岁的蔡少芬,不仅保养友方,在视野上十分顺利的同时,其爱情也十分美满,绝对是如今的人生赢家了。 希望在接下来的演艺生涯中,蔡少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作品,不知道对于蔡少芬的成功经历,你怎么看呢?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